年輕人聊聊的一群主持衝出香港 而才去到加拿大溫哥華 跟當地一群年輕人交流 這天他們去了一間港式茶餐廳拍攝 不知道六號和馮瑩瑩 是否平時拍節目《日對夜對》 培養了一份默契出來 即使去到加拿大 兩人的行動都這麼一致 我晚上凌晨差不多三點多 就起床休息了 很準時 你們平時都是這樣的 我跟他們在加拿大溫哥 他們也是三點多時起床 對,因為我們兩間房間是連起來的 我們是互通的 所以每晚三點多時 即使對面有水聲 滴滴滴滴 不是,是白飯的聲音 是… 白飯的聲音 你們倆睡得好嗎 睡得也不錯 可能我們的行程很忙 每天都由早上聊到晚 就像耕田一樣 是,可以默默耕暈 所以回到去都累,都會睡得很好 再加上我們都經歷了 有很多同共患難的… 有些甚麼 的經驗 例如酒店的熱水突然失靈 變成冰水 對 我們感受到加拿大最冰山的冰水 它是那些湖水 對,是很冰涼的湖水 正所謂禍不單行 除了在酒店要衝凍水糧之外 6號還發生了小意外 而且我昨天也中了頭獎 在那裡拍攝 這麼棒? 話說… 話說我們那裡聊完之後 玩書遊戲就要丟進那個… 甚麼? 玻璃… 底泳池 你看,底泳池是玻璃通透 看到地下的士經過的 我有,上去上一層一邊走 我看著泳池一邊走 然後一聲撞到玻璃上 然後不停笑 那裡的玻璃因為太乾淨 太乾淨了 玻璃完全變得透明 一開始就… 很大聲 你看,泳池真的很漂亮 底泳其實… 因為我的手機的光圈很厲害 所以要弄了 但底泳是清澈透明 他的目光被泳池吸引了之後 就明明一塊玻璃也看不到 有個攝影師也中了獎 對加拿大有讚舞壇的瑩瑩 他都心動動想繼續留在當地 我沒有衝動 打算玩耐一點 打算衝動在這裡置業 是嗎? 是,都可以的 是,這裡的… 我已經問好那些優惠的乘數 還有買的條件 剛才我介紹過你 有些新的公園是便宜一點的 是… 在墓地上 又不用那麼便宜的,好嗎? 墓地上 我們主要都是要看附近的 升值潛力的,好嗎? 一些被人會釘契 還有銀行管不了價的 就不要做了 已經想得很周長了 這裡的環境 還有天氣很舒服,很乾爽 所以…都會想來多一點 難得去到外地 除了工作之外 當然也要爭取時間打卡 壓下Like 幸好有當地的年輕人帶路 大家都去了不少景點拍照 當中有人還解鎖了一個追女生的勝地 Jeffrey,這條路這麼有趣 是甚麼來的? 這條路是模仿一個假的跑道 即是起飛角落那條跑道 等等…甚麼聲音… 在這個時刻,你便… Kiss Kiss 100%譜 我再試一次 原來… 就是這樣 懂得玩 就是這樣 懂得玩真的比較不同